石他們用的時候 他們都會跟我說要這個 金黃色的綠心小橘 這個花材在平常不管擦斜錦花 或擦任何的花形 它都是非常的好用的 好 那我們把它折一下下 那各位愛花菩薩先生可以看到 當我折這個細枝的時候 我就要用細鐵絲 然後 所以我們常常說 擦花要有一雙 要有一個彗心巧手 就是說很靈慧的心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花 大概用幾號的鐵絲 然後很細膩的手 要把那個鐵絲加得怎樣 加得很好 所以 我也常常跟我們的老師同學們分享說 其實 人家說會得老年痴呆症 他常常學話一定是不會得老年痴呆症 因為那個鐵絲來的運用 或者那個摺織各方面 因為你如果沒有很善用它 一下子就把那個枝葉給折斷了 所以 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中晚年的一種 生活的一種 情緒跟感覺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花 這樣插成一點點金色的 這個小花了 然後 整個色彩上都是走 非常陽春三月的色彩 因為我們剛剛用了一個 就是在 在春天的時候 那個陽光灑落在大地的一種情境 來插花 好 那我們插這樣 插完一個這樣的一個作品之後 我們可以在上面釣一些飾品 比如各位阿拉佛薩可以看到 我現在手上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一個解釋 那我們把這個配飾 我們稱它為索寧郎 這個索寧郎有一個非常感人的一段 戲劇故事在裡面 以後我們有空有因緣再慢慢的說 那我們配上一個這樣很美的索寧郎之後 我們讓它感受到 珍惜福寶 珍惜福德的一個重要 好 那接下來 我用一個這樣的一個台座 然後我放上一點點葉片 試試看一下 用一下葉片 我們做一點點的佈置 因為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或者在春天的開始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些比較特殊的設計 接著各位愛花菩薩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兩個非常可愛的 這樣的一個 紙做的娃娃 紙雕的娃娃 那這是一個 我認識一個好朋友 他們做的 一個老師做的 那他上次剛好有因緣 有送了我兩個這樣的一個娃娃 然後我們把它當作 在春天的時候來運用 那我們知道 其實在我們剛剛念的那個 陽春不得者 萬物升光輝 我們就知道 其實在春天 當我們看到金色的陽光 灑落在大自然中的時候 也是我們人要懂得去 珍惜春天的這個季節 所以在古代也有所謂的人日 就是農曆的元月七號 我們稱為人日 那所謂 所以選元月七日做人日 就是說因為那個時候 萬事欣欣向榮的 萬物欣欣向榮的 那人在這個時候看到 萬物欣欣向榮 我們要懂得生命的可貴 那大自然帶給我們很多生命的啟發 因為他們都在生長 都在春天都在生長 所以這個時候 人也要掌養自己的志向 然後在春天的時候 立定志向 讓自己跟著那個生意 因為我們知道呢 到了秋天 我們就要走收斂的 我們說秋收東長 然後春天的時候呢 就是要發志向的 那要把自己廣大的目標 或人生的目標 在這個時候 再做一番的審視 那這樣的一個 萬物神會的作品呢 希望也能夠在新春的時候 帶給你很多的喜悅跟圓滿 好 那我們接續呢 陽春不得者萬物神光會 那我們再做另外一件的作品 各位阿花菩薩可以看到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不是鋼 但是它算是盤的 因為它是向外放開來的 那就算是一個紅色的盤 好 那我繼續剛剛的那個 金色的三桂萊的這個花柴 好 那我把這個三桂萊呢 讓它呢 這樣子插起來 那這隻金色三桂萊 非常的美 它剛好有一點點S型的感覺 剛好有一點這樣子 倒刮過來的感覺 好 然後呢我們 加一點點的厚段 好 加一些些的厚段 那其實呢 平常 如果您喜歡這個 在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覺呢 台灣到了過年前的兩個禮拜 幾乎是 比較少那個綠色的植物 那很多金色的植物感成各種各式各樣的 那種類非常的繁多 好 那我今天呢 接下來因為已經是 比較有進水的感覺了 所以我用的是海魚 因為我們在春天的時候呢 很多的海魚呢 在春天的時候綻放 好 所以呢 我們用了兩隻的海魚 那我們知道呢 其實植物本身也有所謂的清水性 也就是說 當這個水呢 我們放的比較低 比較看得見的時候呢 我們就也蠻適合擦這種水深的植物 好 那我用兩隻的海魚 來做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 那當這兩個顏色呢 它都是一樣都是很亮的顏色的時候 我還是要用一點點的色切 就是用綠色的顏色去把這個感覺把它切開來 好 所以呢 我用了這個 這個還是一樣 街戲前面的 比如說 我常常很喜歡分享說 我們買一把這樣的一個路角角 那我們就可以用它來擦 整個屋子裡面都是同樣的一個氣氛的感覺 那這種一絲一花的這種觀念呢 它在我們擦花在中國的明朝呢 是非常盛行的 因為這樣的一個擦法呢 它比較典雅 比較不會覺得整個屋子裡面的話 很多種比較複雜 好 那我們應用在現在的 譬如說 我們現在很流行這個 所謂的民宿 或者有一些 有一點文創的一個空間 那都可以把這樣的觀念呢 把它用上去 那會覺得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不管你在住宿呢 或者說你在裡面呢 做這個 餐食在空間的佈置呢 它都會感覺上比較典雅一點點 好 那我們加上綠色之後 是不是覺得很深意盎然呢 好 所以也讓我們感受到綠色的重要性 然後大自然的一個重要性 好 那我在這個做點上面 我還是 為了讓它很喜氣很吉祥 還是加一點點這樣的光燈百合 光燈百合 那光燈百合的顏色很美 造型也很可愛 然後很多人都會很喜歡這樣的花 那光燈百合它有一個很好的優點 就是說它也還算是蠻耐的花 好我把它擦 一隻高一隻低 讓它有兩隻的感覺 那它雖然跟海魚的顏色呢 有一點類似 但是呢 還是有一個優點就是說呢 它的顏色是比較偏橘色的 好 那我讓這個隻腳稍微的集中一點點 好 那這樣子 花看起來會特別的有精神 那擦完這個花之後呢 我再加一點點 有點對比色的色彩 因為我們知道呢 有時候我們在調和色中呢 也要有一點點對比色 好所以我們常常說 大對比中有小調和 那小調和中有大對比 那這樣的話呢 會感覺更有 更有意境 而且更有內涵的感覺 好那我加一朵紫色的 紫色的結梗 好把它放上去 好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把這個作品呢 把它擦起來了 好那我們把這個作品呢 也做一點點的配飾 好那我們在這個金色的珊瑚礁上面呢 釣一個這個金色的球 所以這個球呢它非常的平凡 但是呢感覺上也會有特別一種喜氣的感覺 那我們知道呢 其實平常在過年的期間呢 我們用金色紅色兩個色彩呢 就會覺得已經 在空間的美感上 還有那個能量的喜悅度這樣就很高了 好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小配件 非常的可愛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水中佛 那這個水中佛是 我們每次發信到道場 到那個生命道場去插花的時候 那師姐會送我們一個這樣的一個水中佛 那有史以來我們最開心的就是收到這個水中佛 那回來以後我就教了學生 每個人都把它佈置的很美 因為這個水中佛呢 它也是一個象徵一個財運的一個佛 所以我們的老師們回來了都好開心 那當然其中它還有很多的故事跟典故 它的那個慈悲心啊 它望著太陽呢 希望呢太陽能夠晚一點到 要用武齋的時間 免得很多拖撥回來的生人呢 不能夠有那個武齋 就是過午不時的這樣的一個要求跟標準 所以我想呢在過年的時間呢 我把這個水中佛呢 那建有一些綠色的植物 然後也是一樣用金色的山龜來把它布滿了 然後覺得那個水中佛的那個眼睛的那個光線呢 就往著那個太陽的那個角度去看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陽春的這個光芒的這個陽光呢 灑落在大地 那帶給我們人的一種深意 那從中間我們也去體會到 我們自己也要像陽光一樣 那散佈自己的生命 那散佈自己的熱情 散佈自己的愛 所以不管從哪一個角度 對社會上或者到道場裡面 那去做義工 那把自己的生命呢 像陽光浮算大地一樣 照落到每一個角度 那願慈相華 遍滿十方 供養三寶 護化龍天 普遜眾生 共入佛字 阿彌陀佛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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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4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顾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